观众朋友大家好 本期话题是关于冠状病毒的评论 这一次基本上一夜没睡 然后把这个冠状病毒的各种表现模式变 包括目前专家对冠状病毒标准 作为标准吧 因为我们不能信坊间传言和都市传说 只能信一些专家和这是学者的 总体上说到我总结了这么几点 关于冠状病毒的情况和普通流感的区别 大家注意一下 冠状病毒的典型症状呢 包括发热、肝咳、呼吸困难、肌肉疼痛、眷或者是身身无力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呢 其实跟这个普通感冒呢 有一点比似 但是呢 要注意哈 如果仅仅是打喷嚏、丢鼻涕、鼻塞 或者是这个嗓子疼 这个呢通常是属于油感范畴的 过于的担忧 那么再重复一遍 冠状病毒的这个典型症状呢 是发热、肝咳、呼吸困难、肌肉疼痛、疲倦、浑身无力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 即时的就医 不要忽塞大意哈 不要认为你身体很健康 遇到这些事情能扛过去 这种思想呢 实际上是愚昧无知的哈 因为在病毒面前 全人类都是一样的 不管你是十差风云的人物 还是一个小民百姓 都是一视同仁的 冠状病毒呢 没亲没后 六亲不认 也不认 不认国籍 全球都在行动 共同抗击病毒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置身于度外 人类发展的历史呢 就是以病毒斗争的这么一个奋斗史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一生呢 也就几十年 在不停的与病毒做斗争 除了我们需要努力打拼之外呢 也在一生中不停的与病毒做斗争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 得过一次这个疟疾 当时的时候呢 全家人如临大敌 是长孙嘛 所以全家人如临大敌 最后还是又打人又吃药 又搬家诊诊 最后总是看过去了 也是从死亡线上走了一趟 本人呢 作为在加拿大的华人呢 时时刻刻呢 关注这个疫情的发展 以自己的特殊方式 尽了自己的一波之力 尽了自己的一波责任 特别是呢 当遇到这个外国的某些个别媒体 把这一次的coronavirus 宣称是China virus的时候 作为海外华人呢 应该不遗余力地坚决地回击 这次对中国的歧视 远是对14亿中国人的侮辱 病毒呢 刚才说了不分国界 全人类所有的人都不排除在外 因为特别是现在这个病毒的疫情 早期发现在武汉 但是现在还没有查清它的源头 如果叫China virus 是对中国的污染 这是坚决汇击 决不容忍的 社会的进步呢 需要每个人的责任 需要每一个国家的责任 人类的文明史呢 需要各个国家的努力 不单是某一个国家 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责任 实际上著名的传染病呢 有多种 这个新冠病毒呢 现在只是其中的一种 著名的传染病 对人类造成巨大伤害的 变化啊 伤寒啊 打疹啊 以鼠疫啊 黑死病啊 瘧疾啊 等等等等 人类尽管有一些 其他的自然灾害 比如说 黑震海啸啊 天灵火灾啊 等等 或者是人类之间的 相互杀杀的战争 都没有病毒对人类的损害大 你看越小的东西 往往病毒嘛 你肉眼是看不到 摸不着的 所以的话呢 它对人类的伤害是不断的 需要普遍引起大家的重视 需要引起全社会 每一个人的重视 现在呢 中国大陆呢 如临大敌 全民动员 从上到下 正在打这个疫情的先战 海外华人呢 应该给予配合 支持和理解 而不是传谣信谣 微信上的东西呢 比微信一点 或者有一些呢 只能当茶余饭后的谈资 甚至是有些胡说八道 连谈都不用谈 所以的话 我们呢 只看行动 不传谣 不信谣 这就是对疫情 尽自己的微波努力 能支持多少 支持多少 这就是 作为一个海外华人 应该做的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呢 说是美国 火石的细菌战 这些呢 可能 可能醉崩之意不再久了 在微信上看到的呢 全体中国人民的努力 一定要打好这场硬仗 这应该是说 实际的僧尸战 每个人都不应该掉一窮心 个人也都不可能置身度外 其中的艰辛和力量是 比较超我们想象的 全体中国人呢 在用中国速度和疫情赛跑 其实呢 没有什么极箭狂膜 也就是说呢 我们用生死时速 来增奔夺秒 没有必要震惊和喝彩 我们需要的呢 是尽量坚持绝不放弃 应该说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人 他不但勤劳勇敢善良 而且善意奉献 踏实独行 中华民族呢 几经磨难 仍然生生不息啊 实感精神是远远流程 上帝用了七天的时间 创造了世界 中国呢 用了十天的时间脱脚 无数患者的事 相信呢 有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呢 多开云雾 见晴天的日子呢 这个特殊的时刻 平安 就是最好的祝福 更是最好的团圆 平目前的你 祝你平安 你要好好的 我们 都要好好的 好好的 IM 站住 期待凯旋 同志们 328万严重人民都期待你 平安回来 绝对会不行 不要跟你们讲对 所以我和市长和大家都认得回来 小姨妹 平安回来 一平安回来 老夫保一年的家务 老夫保一年的家务 我非常非常地感谢 大家的乐去支援我的家务 我在这里 祝大家工作顺利 去武汉 全体健健康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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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要进病房的那条网上 我怎么也睡不着